我們製作好的節點後 為了要整理一下節點 要不然這間會越來越複雜 因為我們現在像這樣的質感 其實我們就最初階的質感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製作節點會越來越亂 所以我們這裡 我們來做一些修正 把這裡我們這些節點 Ctrl G 變成群組 群組的話我們可以按上一步回到這裡 這是我們的 材質 我們可以按上面這個進來 我們這裡把它命名一下 這裡我們有Color跟Alpha Alpha 這是Alpha的輸出 所以我們Alpha這一串節點控制的輸出 這是Color 再來 我並不希望我每次調整參數 我就要回到 一直要進到這麼里程的節點來控制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Value的控制參數往外拉 做到Input的地方 這裡我叫做 Switch Switch Phase Switch Texture好了 這樣比較通用 Tacture 所以現在這個節點拿掉 這個節點就沒有用了 我要上一頁 這樣我們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從外面的部分來控制我們的 歇圖 好 這裡就是我們這樣基本整理我們的節點 這樣我們的畫面節點就不會這麼複雜 就乾淨多了 然後我們一樣Alpha 我們可以拿來當我們的Bump的素材 High的素材 然後High的素材 我們可以按M Mute把它關掉 這樣可以做一些小小的細節 所以先關掉 這樣我們的節點就會乾淨很多 這部分就是關於很多節點的時候的整理 就到這邊 就可以了 到Kind 小的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